上課了,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現在開始上課了,大家請坐 各位委員,大家早上,大家好 好 哇,今天客人耶 大家都要... 立馬房車 歡迎大家又回娘家 有的不久以前參加華麗典招 你們現在又回來了 歡迎,歡迎 反正回娘家不是壞事 快點回來 以後 可能 大家回娘家的機會更多 美食廳已經有 跟大家宣布了 我們存不多時間 希望大家加強準備 今天利用這個 因為 因為 各位都是常來 我們民進府 中央也就是 支援 會 可以說內閣的官員 所以 跟一般的 行政官 又進一步 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 利用這個時間 還給大家介紹 一個 來國 的行政事務 的項目 好 要給大家介紹的 來容 大概是這幾點 第一項 來國的定義 我們要了解 什麼來國 來國的定義 是什麼 第三點 來介紹 我們現在 台灣民進府 來國 要怎麼安排 建議 要怎麼 變責 最後 政府機關 中央的 使福單位 也就是 來國 他 行政的實務 大概是 爆發什麼 那些 大家 我們說 來國的定義 是什麼 一般 補助 經常在看 經常在聽人 說 在前面 我已經說 一般 行政事務 的時候 就說 我們的中央酒 其實 酒的後面 會負責 這個 軍的部分 也可以有 行政機關 他也要辦一些 行政 那個時候 我們就說 行政機關 可以的分隊 兩種 一種是 政府機關 一種是 專門在 這邊法律的 使福單位 所以 中央 也有 政府機關 這個 中央酒 將來 我們 更加 下腳的 軍 也 可以 請 政府機關 但是 如果 在說 來過的時候 大部分 都是 中央 比較多 因為 酒的 部分 現在是 比較客氣 甚至 官方的 用途 才會說 酒也有來過 其實 嚴格說起來 來過已經 是在 中央政府 真的 對 大家 都知道 這個 中國 台北 來過的 部門是 部 還是 灰 日本呢 日本是 採用 性 做 做 做那個明清 還是 聽 兩種的方式 美國呢 跟人 不一樣 他說 Department 其實就是 英文說 Ministry 為什麼 美國怎麼會 叫做Department 跟人 這個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看 美國跟日本 來過的 這個 比較 我們選這兩個 同年跟 日主美戰 有關 其實 現在 民主國家 這兩個國家 所選的 體制 就是 目前世界 民主國家的 兩種的極端 很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在哪裡呢 日本是採出 來過 美國是用 總統 大家 可能一般 上次都 有 日本的來過 他是什麼 就是 天皇是 代表國家 政府呢 把來過 修上 和來過的大型 來處理 不一樣的地方 在美國 他國家的代表 是總統 沒有不對 來過呢 他又包括總統 總統 總統包括在那裡 國裡面 總統和 國元 連這個 這個都是 來過 真相比 這兩個國家 他的 國元 說 來過的大型 都 差不多 都用14個 明文規定 日本也是 說 最後不要超級 14個 目前這時候 應該算13個 但是 也可以算14個 不過 日本的方面 他是 他的 憲法 可以 讓他來過 增加到 17個 但是 目前 日本的來過 沒有那麼多人 美國的來過 不一樣 他雖然定14個 我 一個小弟 聽說 多一個 還有多一個 X 這就是 總統的管理 美國 美國總統 都 從 最大 那個檢察官 就是 檢察總長 中國有的 說檢察總長 那個 他也把他 調進去 做來過 這個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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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美國如果這樣開來過 回去 都 叫其他的人 他們也來 參加 譬如說 他 總統府裡面 那個 就是 辦公室的主任 那個也是 很重要 所以他現在 叫他 參加 和 這個 國 國 安全 國 安全 安全 飛機 的 國軍 現在 經常 參加內閣的婚姻 所以美國的內閣 比較多條 比較沒有那個 西班的規定就對了 再來我們來看說 他們倆的制度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在哪裡 日本修雄 是他們感知的選擇 就是怎樣 他選歌的時候是在選參加議員 這由議員選中立出來 擋住這裡 所以修雄的 不是老爸是直接選的 所以這是感知的選出來 美國呢 美國我請給這個感知的選 稍微有一個 無限邏輯的公返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 可能大部分的人也都知道 美國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老闆是先選選 所以選舉人選歌林 這裡由選總統 這說起來也是感知的 但是直接的部分是在哪裡 就是說 所以說 老闆是在選選舉人的時候 這就是他說 你倒的票就是要選總統 所以這直接的 日本來過選舉的時候 那張票倒下去是在倒議員 不是在倒總理 所以我們總理 所以我們總理 他的日本的修雄 可以我們稱呼說 感知的選選 美國這個 是感知的選 這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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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這個 來過 和這個 成員 修雄 和教員 都是國會議員 因為他是對議會參選出來 雖然 憲法沒有 形成規定說 修雄一定 就要選他的部長 對議會裡面選出來 他也可以選外面的 教授 專家 但是到這時候 習慣上 他們都是 對議會裡面 選他們的議員出來 來做來過 美國就不一樣了 美國的總統和來過 成員 都不是議會的議員 因為美國的憲法有規定 美國的議員 中議員和參議員的議員 絕對不能再檢查 發行 行政支部 所以 由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是 嚴格 代表 三官 分立的 國家 如果做議員 如果做議員 你就不能做行政官 議員 我們 選了這個 行政支部 第一批的時候 已經有給大家介紹了 行政官 是在執行法律 議員 是在創作法律 是立法機關 所以不一樣 日本的 日本的來過 大家都是議員 所以議員 本身 他是在創作法律 做出來之後 再交給來過 去這邊 這樣 讓人陷說 這個制度 有一次參選 求援兼裁判 所以 同樣這種制度 就是說 德國也是可以這樣 如果開國會 開會的時候 有些部長 有些部長 有時候會走下去 議員的 那個 圍的所在 去坐在那裡 跟人家參加 投票 有時候他就會去坐 部長的圍 來接受 這個議員的接順 所以有時候 看他們那個部長 走來走去 很舒服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美國 就不一樣了 總統 跟他的部長 都不是議員 所以 他開始 跟議員 有七段關係 比較 比較 正確的 三官分立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 歐巴馬現在就 突出一些困難 近一年 美國 中央政府 薪水發不出 因為議員 議員 無法統計 所以他的議員 無統計之後 就沒有錢 人發薪水 所以 還有一些 中央政府的官員 就要 修無價 無心的 修正 這就是 其實 表現說 三官分立 獨立運作 但是 就要 互相欠責 他沒有互相欠責 才會發生 對立 這就是 美國政 會派出 但是 另外一個角色來講 可能 有一些三官分立 獨立運作 的作用 這樣 這樣 行政 但他 這麼沒 超級 他的 館 日本這邊 這種 內構 很多 因為 邱元 兼裁判 所以 形式上 沒有人民主 可以這樣說 抗爭 新青的國家 現在 很多 新三青的 獨立國家 如果是 拆除 總統制 都沒有 失敗 因為 在選總統的時候 跟議員 那 國家的分裂 會分派別 和 各種的競爭 和各種的對精 結果會亂吵吵 如果是可以 這個內構多 因為 先選議員 之後 這選議的 行政幹完 所以 兩名 感受一下的時候 跟大家 好想的 關於 比較好 議員 所以 抱歉 將他們自己的 董事 裡面 本來都是 議員的董事 現在 做行政幹完 後 抱歉 扯後腿 所以 運作上 這個 內構多 好像 比較容易 還沒出這種 總統制的問題 所以 三青的國家 哪是拆除 內構多 那個 靜貼 比較容易 維持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的 這個 這個制度是怎樣 民進府內構 的辯制 原來 我們 辯制的就是 法分罪 政治局 跟 事務局 那個 教授就是 政治局 要做 政治的 方面的 教室 事務局 要辦 業務 行政的業務 交給 事務局 去辦 國委 國委 就是 政治局 跟 事務局的 委員 當時 中國 編入 這兩個 單位 但是 現在 現在說起來 以後 要做 政治上的 教室 不一定 都 要 政治局 的 單位 因為 因為 事務局 將來 也有做 政治 教室的 佩洋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可能 我們將來 會做 新的 條件 將 政治局 跟事務局 全都合併 重心 變作 變作 跟其他 的 先進國家 一樣 因為 從此 來過 要跟 中央事務 單位出來 這個 現在還在討論 將來要怎麼變 現在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 對 國際的 那個 集務的 變作 不會做 大的 營養 盡量的 保持 一樣 我 大家都知道 你們將來 如果 有 派臨的時候 大概 是 什麼 方面的 食物 業務 集務 現在 將來 我們 真是要變作 來到 跟 食物單位 的時候 我們來看 這兩部分 它的 行政食物 是 什麼 食物單位 它的 行政食物 就是 我們 上面說的 第一次 行政食物 所看守到的 剛才 大家 中复一次 行政食物 所看守到的 人 和事 和事 對吧 我 那個時候 我講到 人就是 老百姓 我們要學部的對象 學部的對象 也可以跟 情侯說 是我們的 客戶 所以 我們對我們的客戶 就要 有雷貓 要客戶 不可以 幹了 這 事情 會部分 就是說 行政單位的 業務是什麼 這個業務 就要 要靠 法律 來規定 法律 就要定得 很清楚 要 叫我們的 行政 單位 做什麼事情 要扶什麼 質疑 就要 清清楚 所以 我們 整個 在說的時候 我有拿一些 中國的 法律 法律 來做 派 的 模範 讓大家了解 中國的法律 實定說 行政機關是 主管 機關 到底在關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他也自己不知道 所以 中華民國的行政官 行政單位 每個人都要管 因為 他不知道他要管什麼 法律 沒什麼 他應該要執行的人 變罪 主管 單位 所以 搞得 迷迷糊糊 這就是 那個 我說中國的 派文化 奧文化 所有創作者 的結果 我們中華民國的 這個 史福單位 他的行政任務 因為 國際都是 國際官員 都在領土 改善 所以 我領土 他也有說 在領土改善的人 你們 行政事務 應該 更加強 要 注意這三項 要 完成這三項 就是 幾位 良好的 行政頂用 和 背後 你們 自動自發的補俗 不是最悲 最悲行 但是 最重要 就是 要 依法 變立 依選 根據法律的規定 你就要做什麼事 你根據規定 去 變惡選 向 立法機關 頭情 和頭冷 說 說到這裡 我就說一個故事 讓大家 稍微輕鬆一下 她的 差不多十 通年以前 台灣也發生 十品的問題 那個時候發生 因為是 一些 添加物的問題 其中有 有問題 說 那個 黑熊的氣水 她也有那種性分 所以 第一季來 黑熊氣水沒有人敢喝 還黑熊氣水那間公司 都沒有行李 所以她也撞不住了 所以就塞農一些立法委員 在那裡立法院的 提出接吻 那個時候的這個 衛生司長 她在那裡立法院回答 立法委員的那個 那個 問題的時候 她說沒問題 中華民國的 食品衛生管理法 是我的衛生署 主管機關 我在主管的 沒有錯 她先喝 但是呢 她說 我衛生署 只有一個食品衛生科 這個科只有七個科員 七位科員 我用七個科員 怎麼管台灣所有的食品 她這樣回答 聽起來好像很有力 七個人要關台灣的食品 怎麼關得去 當然也關不去 對吧 問題在哪裡 就是在這裡 她沒有依法編預算 你如果 你如果 輔助這件事的人 你是不是就要 考慮說 你要執行這個法律 要管理 台灣食品的衛生 你就要用多少人 要花多少錢 就要什麼設備 你想要你 你如果要批 على遗算 錄反鑊 靄反鑊如果沒有 knowing你這個遗算 沒有要唱給你 這是靄反鑊的鹹 你連肚 opposition就沒有肚 aussi 那是你的ή Troy 所以到那個時候 我們扶的洗金錢 讓這個衛生師你們領薪水 那都白領 他做那個工具 不知道就要扶什麼質疑 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各位 以後要注意 我們是在接行法律 所以就要了解法律 給我們規定什麼 法律規定的 我們要去做 因為那是我們的偽無 有這個偽無之後 你就要想辦法去完成 你要怎樣完成 自己一個不可能 所以你就要考慮 偷人跟偷子 變預算 才有辦法完成 再來 跳太快 台生麻煩一下 跳回來 OK 最後我跟大家介紹說 如果去接一個 談會的時候 國會的任務 接管的食物 就是鑑賊 控制 和財管 又重複一次 國會不是要請你們去辦業務 是請你們委員 做什麼關係 鑑賊 你們接管的那個談會 鑑賊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這樣快 不是 不是 感到那個談會 是不是有遵守法理 做事有遵守法理 還有什麼 為民設想沒有 對吧 這是我們的任務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你們去 不要叫你們辦負貨 不要叫你們辦 聖金 要怎麼扣 你們是在鑑賊 負責 還是聖金 警察 他們在做事 他們在辦業務 有遵守 我們所了解的法理 有遵守 為民設想這個原政務 將來我們是 對我們台灣做事 對我們自己的奔土台灣人 要做事 所以行政委員在辦業務 一定就是要為 本土台灣人 接受 如果不死的時候 你是為了宅團 還是為沒有一個家族 還是沒有一個政黨 我們絕對 去接受 這邊 尊守法理呢 法理是什麼 對不對 還有 中央一次 我們的法理論述是什麼 日俗美戰 再來 占領不移轉主權 流行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 我們對日本 將來對日本 對美國 驚討 來告 國安安的立場 就要了解 我們還是 日本天皇 還是美國占領 所以我們的身份 是什麼 用這個身份 做出發點 我們才有辦法 跟美國跟日本 做搞笑 對 對 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我們的財產 也是我們的主權 所以 我們的財產 如果有被人非法占領 我們一口一格 都要把它討回 這就是國威 將來的質疑 對吧 那 立法政府不可以 就地合法 中華民國 就要離開台灣 所以將來 國威 這款的單位 那是無關 如果還有中國師匠 如果想要保留中國制度 這款的 你都不可以用的 對吧 就要貼到負責 跟負責 所以各位 除了做監督 以外 你們就要控制 臨時館 跟財務館 必要的時候 你們就要做財館 將來 財調 將經費 都抖起來 這就是你們要做的財館 現在來國 到了十五段位 有剛才說的一般的這個 行政事務所干涉的事情 以外 來國 我們正好有說 來國是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的任務 跟政府機關不一樣 政府機關是在接行法律 政府機關 他們的任務 他們的任務 重點是在政策的研究跟規定 所以 各位眾人 如果是接來國 這位的時候 要政家出 跟政策 源於相關的 行政事務 你們就要 創作政策 簡單說的就是這樣 政策的原因 在洲可能 跟這段 都不可以做到 冬 經過不可以做到大冬 所以這種經驗可能很少 我又不可以做到 不過我可以 頭部稍微噹噹一下 我帶大家想 說大家 要做幾項空間 可以怎樣做 我帶大家想一些辦法出來 就是說 開始 我們先要發現問題 要去找問題出來 問題找出來 然後 就要了解社會還是背心的需要在哪裡 了解之後 開始研究 改革的方案 要怎樣改革 就要研究 研究好之後 就開始 寫法律 草擬法案 法案如果寫好 就要怎樣 完結上先交給來國去討論 來國討論之後 如果統計 來國才提出這個法案 交給議會 議會討論 統計之後 就變罪政策 對嗎 有法案 變罪政策 變罪政策之後 這就是我們行政策要執行的 因為政策 就是有一個法律 這根據那個法律 來執行 根據那個法律 來扁預算 這說起來 好像一個理論性 可能大家 第一次聽到嗎 不可以很容易了解 我們現在舉個實例 來討論 譬如說 譬如說你們不是答應 說將來 每一個十八戒以上的大母子 我們民進府 都要給他一間房子 不是一棟房子 一間房子都好住 這個我們把董罪 我們所謂議長的政策 要怎樣議長 我們現在照這個保守 來處理 我們知道說 要送他們一棟房子 所以這個 會用的動作是說 問題 我們發現到 有這個需要 這個社會有這個需要 這個需要 現在三個月 來了解這個社會的需要 和百姓的需要 在這個地方我們就要 研究 要了解 雖然我們知道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一棟 在一棟房子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 台灣 我們全都 全都 有多少人 全都 有多少人 有管理 有主意 可以拿一棟房子 所以是不是就要調查 要切除那個所理出來 甚至我們就要切 每週 我們全都六週 每週 減 這個 五三 部分 要分出來 每週 有多少人 有夠主意 可以 申請 一棟房子 現在這方面的資料 知道了 是不是就要再調查 台灣這段 有多少房子 可以分給人 民進府 有 民進府 如果沒有補償的時候 你準備要怎樣 牽水補償 對吧 所以是不是就要開始切除 有的 可以用的 我們把 統計起來 不夠的 是不是就要用棄的 那時候就要棄新的 來分配 要叫什麼棄 要怎麼棄 這都要研究 對吧 知道這個所理之後 我們也知道說 有多少人可以申請 有多少房子 可以分給他們 刷下去 要怎麼分 演化解決方案 因為台灣現在 跟他們有很多房子 連豪宅 也有空 對吧 如果說 民進府說 我有十斤豪宅 有兩百斤的 果民住宅 要給你們申請 是不是大家都要申請豪宅 對吧 什麼人要申請果民住宅 所以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是不是 政府就要去研究 所以 我們就要做這個 解決方案的研發 對吧 如果研究好事 知道要怎麼分 要怎麼處理 來 現在開始就要下 法案 要把他辯罪一條法律 各位 可能跟我一樣 都不是把法律變成 所以法律要怎麼下 可能它是這個 困難 沒關係 法律不能下 現在 ROC的制度 每一個 行政部門 都有一個 給這個法閨費 還是什麼 什麼法案式 他們呢 他們是專門在在扶植 什麼法律 所以這些人 我們可以叫他寫 他寫 他寫了 他寫了 讓我們看 看到有照我們的意思 這樣寫出來 要進行是不是方便 所以 拿這個 給大家做參考 最後 如果 變成 政策的時候 再來是行 在這裡 我們就要考慮 兩種的行程 如果 中華民國跟這種 維持 他們所 拿出來的政策 都是 今天說要做什麼 明天在 就拿出來 討論 後來 就要進行 所以每一次 如果進行之後 都會出大問題 大問題再來 收益 越益越飛越亂 一般的 正常的國家 它是杜拜 今天拿出來的問題 明天在後來 又大後來 一直討論 一直討論 討論到 一切問題 都解決了 這裡寫法案 才開始 這邊 這邊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因為所有的問題 首先都討論好了 所以這是跟人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將來 要各位用來寄給 我們的法案 就要 討論到 很鐵隊 這樣這堂接行 那不然你接行下去 問題 都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更麻煩 OK 希望我 簡單的介紹 可以幫助各位 將來 好好地 把你的任務 祝大家 成功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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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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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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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